副理乡新卸任乡长的交接典礼都看不到主角 新任的乡长张荣荣虽然在脸书上发表 当选不就职 果然这一天并没有现身在交接典礼中 尖交人县府人事处长表示 在12月25号新任地方公职人员就职上任当天 张荣荣如果没有出现 宣委会将会在折一日请他宣誓就职 如果他仍然不到场就会失去当选资格 县府将会先指派代理乡长 随后进行补选的作业 副理乡新卸任乡长交接典礼都不见着主角 新任乡长张荣荣曾在脸书上发表说当选不就职 果然这一天没有现身交接典礼 典礼很快就结束了 直接跳到村里长的交接典礼 至下午1点40分 因为商长宣誓就职时间已过 因第十九届超党当选人张荣荣小姐 因故会到现场 因此今天典礼到此结束 另外宣布以下两点事项 第一 有关第二次宣誓就职 今日起三个月内 县府将与公所协调后并行公告 二有关日后是否读选及读选相关事宜 届时会由花莲县选举委员会公告之 另外罗山村长邓宿珍表示 其实非常的期待新上任的乡长会带给副理的新气象 希望张荣荣能够就职 当然是可惜 所以因为大家觉得说千转难逢 县长大家受到肯定 所以我也希望他可以来这样上任 另外公所表示 选委会会在择一天请张荣荣宣誓就职 如果张荣荣仍然不到场 就会失去当选的资格 县政府也会指派代理厢长进行补选作业 记者高双双副理厢采访报道